尼西亚南达大师 大家好,我是马尼泽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玛西娃上师 在今天早上的开示中 大师讲到了毁灭或者是重生的这张脸 帕尔玛西娃的第三张脸 是毁灭或者重生 第三张脸有两个面向 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被人生打倒 陷入在无力的认知当中 就是毁灭 如果我们在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 更加坚定的站起来 就是重生 那么大师其实今天讲的这个重点 也是怎么去获得重生 怎么让你的复兴 重生的这个面向 去在我们的人生中发生 就是坚毅 Ferociousness 什么是坚毅呢 就是非常简单 知道它是真理 知道它是事实 就要完全的去接受和消化它 完全的用它呢 去指导自己的人生 而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任何的这个幻象 或者是所谓的 话虽这样说 但是我做不到 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幻象的 都是我们在自欺欺人 都是呢 陷入到帕尔玛西娃毁灭这张脸 而不是让自己重生的机会 所以呢 那这个开示的精髓呢 就是帕尔玛西娃的第三张脸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人生跌倒的时候 或者是当我们失去一些什么的时候呢 不会真正的失去 而让自己呢 一直的处在这个至圣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坚毅的态度 我们坚定的守住人生的真谛 我们知道它是真理 就一定要去按照这个真理的指导呢 去过自己的人生 大师说呢 我们任何时候去维护这个真理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是真理 而不是因为维护它会有任何的受益这样 当然受益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们的动机一定要单纯 就是因为它是真的 我们就要这样去做 所以呢 在人生我们就要跟自己摊牌 尤其是在我们摔跤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偏离了这个人生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不理解人生为什么 比如说像大师 他被这些反印度教的势力打击 他的人生呢 从巅峰呢 跌入到了低谷 但是他的内心呢 没有崩塌这样 他就是一直不停的相信 知道Paramashiva有他更好的计划这样 包括大师身边的人在跟他讲 说你为什么是Paramashiva的化身 不能给自己祝福 让自己不再接受这些恶人的打击了呢 他说好好好 可以了 知道了这样 但是这些 这些人在不停的发牢骚 还在继续的跟大师讲说 为什么你不制止他们 你不是Paramashiva的化身吗 大师说 你已经说了你该说的 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 Paramashiva要怎么安排我的人生 这是他的权利 我只有对他完全的臣服 我是他最忠贞的追随者这样 所以呢 这就是大师的人生态度 在最艰难的时候 也不会让自己被打倒 或者让自己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 而是完全的臣服于人生 抱着最积极的态度 知道人生发生所有的一切 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目的 一个更好的结果的 即便是在自己受打击 遭受痛苦 这么多 可以说是非常 让人难以消化的这个现实 即使在这个面前前 在这个事件现实前面呢 大师也没有放弃过 对人生的信任 对Paramashiva的臣服 这就是一个Paramashiva维度的 复兴或者是重生 背后的这个坚毅的态度 这个Ferociousness 所以我们所有人都要这样 不管我们被人生 我们觉得我们被人生 怎样的蹂躏呢 被践踏 被打倒 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心中 会有这样的对白 都要让自己呢 在事实面前清醒 人生是爱我们的 人生是支持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呢 都只能更好的归位 而不是更加的散落 这样 只要我们 不管 外在 怎么让我们难以相信呢 内心都不要崩塌 坚定的守住这个事实呢 我们就一定可以成功 总会有真理 揭示他的那一天 总会有一切 有结果的这一天呢 最后呢 大师在开始中讲到呢 这个就有一点意味深长 大家可以去理解 去误这样 大师说呢 看这个世界的人 和看的这个动作 当他们两个呢 太强烈的时候呢 被看的这个世界呢 也会被吸引进来 这三者就会融为一体 就会实现 Paramashivatois 和Paramashivatois 合一的境界 他讲到比如说 恒河 恒河水呢 其实是有两条支流 但他们相融的这个地方 才成为真正的 现在的南下的恒河 在这个相融的地方 因为这两条河流的水的冲击的 这个强度太大了 他们甚至把这个Sahasvati 第三条河流呢 智慧女神这条河 也从地底下呢 吸引上来 所以呢 造成了在这两条河交织之后呢 它的水量反倒比之前的总和要大 大师说呢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法则 当我们呢 这个看的人和看的这个动作 强度太大的时候呢 这个被看的这个世界 就会被吸引过来 就像第三条河被吸引 从地下吸引上来这样 然后呢 三者融为合一 就成为最后的恒河水这样 所以呢 这个也是我们的坚毅 Ferociousness Paramashiva重生 复兴的这张脸 能够给我们的一个现实 也就是说呢 在任何时候 都是我们开悟的这个机会 即使是在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 只要你坚毅的站着呢 让自己不要 陷入到幻象当中呢 你就可以和现实合一 你就可以守住真理 你就可以实现和Paramashiva的合一 所以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些分享呢 去重温今天的开示 这些细节呢 希望大家都把它 在心里面慢慢的咀嚼 然后呢 对照自己人生的一点一滴呢 去对应 然后去给自己做人做事 给自己带人接物 一些新的启发 看到自己有什么 可以重新审查自己的点呢 就要用大事的教学 去重新的指导自己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提升 每天的精彩开示 给我们人生的这个祝福 最后呢 第24期的Paramashiva的课程呢 还在进行希望所有同修呢 大家都积极的报名 参加到我们这个 可以改变你人生的灵性项目 而且每一天的项目都是对外开放的 所以即使你没有报名整个大课呢 你也可以来上每一天的单天的课程 每一天都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话题 还有点化 以及三眼显化的这个课程的环节 所以呢 大家都要积极来参加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开门的 你开门的 感谢观看